他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现场是公家的一家人 本来是和和睦睦的一家人 现在却闹得支离破碎 本来要孝敬父亲的儿子 是被轰出了家门 亲生父子却针锋相对 跟他挖着思路起来了 我出去了也踹了两脚 那怎么收场啊 你这父子闹成这样 那你还生了他呢 他求你生他了吗 孩子没有妈 你这样对待他 你们两口子这么大的人了 眯一个孩子的钱啊 那你现在是要跟他轰他走 然后要跟人家恩断义绝 以后不要上门了 您不得把手咬了干净吗难道 他要想要我就给他 我父亲的这绝情 但是你的继母说 你想把他给撵出去 他说完了 他的瞎话很多 灭灭我的话也很多 你从零一间就开始 让我滚蛋 谁瞎话多呀 你也没有权利轰他 对呀 只有他轰你的份 这回他真给你轰出去了 那你就赶上这么一个爹了 怎么办呢 就得打 我打我没打 付出却被指责另有所图 让他委屈不止 王女士 你作为继母 跟后妈做后妈也不容易 但是我们小时候老觉得 亲妈别变成后妈 我们都害怕后妈 在这个背景之下 您有想跟儿子断绝关系 我的诉求就是 他从这家里搬出去 您不怕人说后母绝情啊 我这后妈说有一百个不好 结婚生子 我给你办了 我没有对不起你这地儿 我跟他爸爸的时候 他爸爸什么都干不了 就是一碗水都端不了 我一直伺候 伺候到一年多能干了 完了我伺候他 他儿子还说 我说我都有目的 得有贪图 儿子为何对继母心存戒敌 就根本没有家的感觉了 对着让我记忆犹新的一件事就得了 我说我想要点零花钱 当时一口火觉没有 父亲在儿子心中 怎么会是如此形象 其实我家里一些是主观原因 我那回就给我喝 年轻的时候耍大哥给打架干 没有脑子 就是 从未吃假 自己出去政府 家里这点东西跟父亲争什么呀 就是好男儿不情组业产 至少有这么一句话 没妈妈的孩子嘛 长大了不容易 父子二人为何对簿公堂 这不是他弄的起诉书了 你把他这不上的都有吗 这个不能算账 就刚才说你难听点的话 谁让你生他了 他让你生他了 王女士嫁进公家已经二十年了 虽然身份尴尬 但是王女士说 自从进了门 公家父子的日常生活 都是自己照顾 还张罗着 帮妻子把媳妇娶了 自己付出了很多 但是现在妻子 却想把自己撵出去 我辛辛苦 我跟他二十年了 他娶媳妇干啥都是我花的钱 我到现在了 老了老了 我跟他爹婚二十年了 省钱店就把我撵走了 没我啥事 没意思没我的 让我搬钱混蛋 我说这也不是您说了算的 是不是 儿子小宫先生却说 是父亲和继母要把自己从家中轰走 但是家中的房产 有自己的份额 自己绝对不会搬走 这地方啊 谁也不给 就是我俩住着消停 别上这儿挑事了就行了 就让他以后不要再登门了 别挑事了 您自己跟他说呗 我不用他养着了 您是到我们这儿来 要跟自己的儿子恩断一绝是吗 我不用他养着了 您到我们第三条件事 要表达跟您儿子恩断一绝 对 是这意思 父亲龚先生的态度很明确 一切都是儿子的问题 儿子总是找茬挑事 所以要和他断绝关系 但是儿子却说 这一切都因为父亲向着继母 而不管他这个亲生儿子 如今龚家最大的问题 落在了房产分配上 房子绝对不可能给他 这房子我们还留着养老呢 成功搬家下了三分地 他写一二三天回他 有这样儿女吗 首先来到我们现场的 那是龚家的父亲 龚先生和他的爱人 王女士欢迎你们 今天多大岁数了 差一岁六十 他六十了 耳顺之年了 对 再婚家庭 再婚二十年 有子女吗 有 我们俩没有 你们俩没有子女 那您有一个 我有一个大儿子 您呢 我有一个女儿 这凑成一个完美的家庭 是一个好字应该是 我这大儿子啊 他老是跟我们较劲 因为什么事跟你较劲啊 他要是我加了个 花一点钱 他都冤枉 他老是听我找茬 跟他妈找茬 这是找什么茬呢 关键是 再一回一回也记不住 小时候也没搭着的 都是鸡毛蒜皮的小时候 鸡毛蒜皮的小孩 一行半点的 我想这维护这个家庭 我也挣不来了 身体也不行 我容易出车祸 拜家 那会儿一拜家 腰椎颈椎了 一次性就残疾了 我就干不了啥了 碰着我这夫人 这媳妇 这算帮我一回忙 再婚了以后 这儿子能接受这个继母吗 他哥都能接受 那时候多大呀那时候 一个小啊 伺候他呀 跟继母的感情怎么样啊 没结婚之前还行 龚先生说 他和爱人婚前 分别育有一儿一女 虽然是再婚夫妻 但是也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 本来美满的家庭氛围 却因为自己的儿子被打破了 你说说 其中主要原因是什么 是跟继母不合呀 还是跟父亲有隔阂呀 对隔阂不是一回两回 也不是一件事两件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对 那是因为什么呀 你觉得他做父亲不称职啊 还是有别的原因 称不称职 这不是我评论 但是我绝对肯定的说 他的父亲做得很失败 那还是你觉得父亲不太称职 对你不好啊 很失败 体现在哪儿 先 都列了几条了吧我看 这个不是下载的文章 这不是 这是你写的 我写的呢 写了几条你说说 第一件事最让我记忧心的就是 当我继母来到我家 我伸手跟她第一回要 伸手要零花钱的时候 那时候你多大呀 那时候我就是16岁左右上下了 跟谁要钱呀 跟我继母 怎么了 然后当时我的那个妹妹也在家上 当时继母一口口诀 这是我第一个印象 就没给你 对没给我 后来我又跟我父亲讲 我父亲一句话没说 无说呢就叫 上学一个礼拜三百 一个礼拜三百 忒不忒心 是不是胡说呀 你父亲没说 就我给你吧 父亲给我 那不就得了吗 但是在我的人体 就说那亲情来讲 我认为继母 不应该这种行为对我 继母毕竟是继母 她不是你亲生的母亲 你说这话也挺有意思的 你觉得继母不应该这样对你 她应该怎么对你 她应该怎么对你 你好像对继母很在行的样子 不是 不是在行 其实这家都是想和睦 给你零花钱了就和睦了 不给就和睦不了 说白了 这是常情吧 什么常情 人之常情 就是后儿子跟后妈要钱 后妈一定得给 是吗 谁告诉你的 这心满 不是说这种 人之常情嘛 为了维持这个家里 我说白了 头一回我也没张过啥口 是不是 头一回就打下 你的意思是说 来当后妈的 就是来听后儿子吆喝的 不是绝对 是吗 您要在这追问我 这不是绝对 对 那为什么叫人之常情呢 这不是常情 这是你的期待 是吗 没事 我是要求比较高 您说这意思 我明白 我不是说你要求高 我是说这是你的期待 是 但是她做的事情 你不能保证 就是你跟一个人张嘴 她做的事情 刚好就送到你心坎上去 明白这意思 你说你跟你继母要零花钱 我觉得这有两个问题 一个感情上倒没到这个份 为什么说继母子关系 她跟亲生的毕竟不同 这是第一个要考虑的 第二个 她当时有没有能力 给你你要的这个钱 家庭生活是什么样的 那么她能力上 能不能达得到 甚至我再补一句 第三个 你要这个零花钱的理由 正当不正当 跟你的家庭生活 跟你的实际生活需求 匹配与否 所以你考虑我三个问题 感情上的 看能力上的 和你这个要求正当与否 所以你刚才讲 是什么人之常情 那么我们作为 年长你几岁的长辈 我比你整大两轮 我看你是猪 要把道理告诉你 你不要因为这个声乐 因为我们 甭说您是这个继母子关系 即便轻生儿女 我们去考虑同样的问题 就是你要之前 正当不正当啊 那我家里 有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啊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说 好像你跟他要钱 就是天经地义的 就是人之常情 这个说法 不对 对 陈绿说那意思啊 就是说你这个 把这么一件事 记得心里就不知当的 儿子龚先生说 继母当年来到家中后 自己第一次 找继母要零花钱 就被一口否决 这件事 让他印象十分深刻 从此 在心里对这个继母 就有了意见 从01年就开始 老年我滚蛋 老年我滚蛋 让你走出去 让我滚蛋 而且我 他爸爸 我跟他爸爸的时候 他爸爸什么都干不得 我一直伺候 伺候到一年多 能干了 我们俩就开始 弄一个破车 我们俩就开始拉拽 连那个挣钱 就连补贴这房子 那那个三万六千块钱 盖六千房子 根本就不够 完了就 反正就打架 总是拥有这房子 我跟他的时候 我自己有财产 我的房子他给我卖了 卖了钱都拿下来 贴这家身 说你图这家里财产 金木王女士说 2000年全家搬迁 从2001年开始 儿子就开始轰自己 因为在儿子看来 自己对这个家庭付出的一切 都是有目的的 有企图的 因为一直就说 从他20岁领了这媳妇 领到家里来 一直就跟家住 我们也没说过啥 我们想着孩子 是不 结婚了 成家了 这不也是好事 结婚也都是我给办的 在家住的东西 我都会住不挺好的吗 是啊 他老想把你撵出去 对 你一年就在一个家住 我这一年走疯 连梦梨子不说一句话 直到上面 那我去了 就是找茬打架去 那跟你还是 没有感情基础吧 父亲您是站哪边啊 我先前的你开尺 这孩子 有时候不在家 小孩跟他生气 我也没在家 我那会儿 儿子不跟你生气吧 他跟我生气 有时候数了我 我不严议 数了你什么呢 没能耐 他不会管这家 不会管家 天一项 龚先生说 儿子不仅对继母有意见 就连对他这个亲生父亲 也是指责不断 以德福人 以孝治天下 是不是 我说 您既然想让我福气 你说话说服我 或者怎么着 您解释清楚 说怎么着 都可以 但是您不能打压我是不是 有些事不是说您说啥就是啥 是不是 以德才能福人吧 夫妻二人表示 儿子自从结婚以后 从来没有给过家里钱 而且还总是找茬 他每月给你们钱吗 没给 没给过 从他出去挣钱 有时候也 我们也没抄得要过钱 他也没给过 没结婚之前 还多少的 反正回来买点东西 从结了婚就没有 没结婚之前 一年回一两回给钱 平常我在家那时候 也给买东西 给他买过戒 买过衣服 从来他都不提 说罢了 我的好从来不计 我的赖 他记得深 然而儿子 却不能承认这一点 小公先生说 自己不只给家里 买东西交钱 就连父亲开的下立车 也是自己 填了一万块钱买的 那时候他们说了 没结婚的时候 还往家里买点东西 交点钱 可是结完婚以后 也交了 也买 也交也买 是吧 对 当时我没有规矩 没生规矩的时候 我也交过 在06年买下立车 我在外头打工 我也是刚开出租一 刚开始没多长时间 当时我家有一个农用车 他说我父亲说 那意思不想开那农用车了 想买一个下立 说跑点私活 给家里挣生活费 甭管是维持家里 然后我就说行 他卖重用车 大概卖了一万块钱 或者说攒了一年的钱 也给他掏了一万块钱 两万钱买了这二手下立 你去开下立去了 他开下立 他开下立 夫妻二人表示 儿子申请了经济试用房 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能力分担 所以让儿子有了意见 他打电话 他不是现在外头买了这两线房 这个外头买楼了 自己买了房 还装修完了 实际上这孩子他就 他说过节过节也得 你要跟他妈说一下 跟我说一下 住楼搬走住去 说过节过链呢 该回来回来 你瞅瞅老家里拿点东西 这老家有几个不愿意儿女回来 团聚团聚 一过节一过什么 买上东西 拿上东西装上车拉走了 搬了 搬了 没搬 上楼房 跟老丈老丈那样 上他们那头 上老丈人家去了 让那头 那楼房那边 都没说年约上 说我们上楼房过去了 咋咋 一句话都没有 没有带你们老两口看看楼房去 没有 因为我们俩都没能力挣不来 挣不来呀 那只眼睛是白那帐 也视力也不行 逢没过节 他也得回来看看 给他添不了钱 所以说他就恨着我 夫妻二人说 儿子虽然有了楼房 但是一直在家里住着 对此 本来他们也没有意见 龚先生说 让一家人矛盾升级的原因 是儿子不尊重自己 一直跟这住 一直跟家住 没到楼房住去 就从他春节砸了我们房子 我们才没让他在家住 砸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砸房子呢 打电话 白天打电话就跟我抄手 就说什么 没能耐 你挣不来 你就会耍耍大哥 没有脑子 不会吃假 那是因为什么呀 我说 那天白天打电话 就这么数了完了 我就电话里干上他 我说就最后一回 你在这数了我 你下回再有这个什么 你太保持我了 是吧 你说你背四十 三十几背四十的 他说什么呀 他这个电话上会挂了 晚上啊 他又拿个那个表 打印出来 我一瞅不见 拿过去 要跟我 偷通偷通说 拿一什么表啊 有一个表 像是印的 像是就说那点话的 那个 全都是画着盖 就是对着 从网上下载的文章 可能是 很有可能 怎么吃架 怎么舞呢 管理 又是去教育去了 父亲龚先生说 儿子总是数落自己 这让他忍无可忍 最终和儿子发生了严重冲突 并把儿子轰了出去 就是他拿这个文章回来 跟你讲什么 为父之道 你是听不进去当时 就拿那念 念了那几条 把我保持个溜透 我听不懂 我不会吃架 我说啊 我跟你说两条 人讲礼仪之间 数讲职业文源 你把这两条 背好了以后 再跟我说 现在我告诉你 把老婆孩子领上 开上车滚蛋 别等我住了 我前面说的挺文的 后边这话有点滚蛋 您觉得您儿子 跟您关系这么差 然后呢 我刚才看了 您说的这东西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下载的 就是从网上下载的 各种 比如父子 应该怎样相处 就是交给你 君君臣臣 夫妇子 这样的一些证据 他跟您 就是您的儿子 跟您说掉 拿着哪个过去了 来来 您觉得 您有什么地方 做得不好吗 我也就是 那件半路撑那家 钱是败了家了 把这钱 一下我也撑残去了 后来透过干了 没几年 那天能送不动车 眼睛也好 后来这眼睛一碰了又 眼睛碰了又花钱 你才开不了 还弄不了车了 那种 我跟您说 您说说看 您什么地方坐得不足 然后您说 您的各种的不容易 我给观众解读一下 这位先生 为什么这样回答我的问题 您说的意思 我觉得我听懂了 就是因为我 现在正生活不那么容易了 我需要靠别人 来帮我正生活 我要想我以后的生活 有着落 有一些人 我得把他哄好了 什么样的人 我得哄着他呢 那些我能指望他 给我带来好生活的人 我哄着他 如果他不能给我 带来好生活 你如果只顾你自己 那对不起 我也只顾我 你说那也不对 一味地抱怨别人 自己任何错误 我都不再承认 专家提的太好了 这么着闹翻了 是吧 你就就成天找茬 打凶闹办法 那他呢 他就甩他两句 后来我给骂出去了 就走了 他上那屋了 然后我就给骂出去 就骂他 还骂他 接着骂他 骂完了以后 我说该都走 你给他骂极了 骂极了 他妈在厨房那边呢 后来问去了 他咋个事 跟你爸爸 我吵下了 主要是这个 继母一参与 他更能够活动交友了 说你说了也不算 那我说我 就是说我说了也不算 谁都说了不算 那法律说了算 儿子说的 儿子说的 那么他就 我们家他说了不算 怎么说了不算 你动一个撵出去 给他轰出去 动一个撵出去 不让你顾了 这么才急了 急了 咋剥离 那五粒子剥离 那都是我 那都是我俩辛苦 夜来的装的 那怎么收场了 你这父子闹成这样 他收来 他妈出去拽着他 和我出去了 也踹他两脚 您还踹他两脚 踹他两脚 那么有时候拽着 我也弄不了 所以从我坐那儿 我就喘了 后来这儿子是走了 还是接着在这住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条解释之 我要回到我的家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条解释之